大家好 欢迎收看真机队 我是杨基杨队长 上周日是乌克兰的空军节 相比去年 今年有了美国爱国者和德国IRST防空导弹撑腰 排长挺足 机场上摆着乌空军主力战机 苏-27米格29苏-24和苏-25 一样一架 泽连斯基出席庆祝活动 并发表了7分钟讲话 给去年被击落殉职的飞行员 追授乌克兰英雄称号 给已经出击360多架次 按照乌空军官方说法 出击次数超过阔日渡部的苏-25飞行员 拉扎联科中校等人 也授予了乌克兰英雄称号 很多人胸前性命条都打了马 四架战机的机号本来也打了马 然而出席活动 并负责空军节F-16主题 击电风发行的乌克兰邮政巨头 伊格尔斯米扬斯基就毫无保密意识 一张照片把挂着哈姆的苏-27和米格29的机号 都给卸了 不过一方面乌克兰就这几个飞机 机号打不打马意义不大 另一方面 这个斯米杨斯基20岁就跟着爹妈认到美国 获得的身份属于自面意义的杨基老 葛华尔基投行界混出点名堂就回来捞钱了 您看他和泽田斯基勾肩搭配占据CV 估计也没人让他删照皮而去保密 他这回整的F-16纪念风限量是60万套 每套价格156格里夫纳 约合30人民币一套 说每买一张就有16格里夫纳 用于以后F-16来了的保障费用 但就按全卖出去计算 187万人民币也不够干个啥 所以斯米杨斯基说了 以后还要卖纪念风上的这个 能把克里姆林宫造型的蜡烛 给插成F-16造型的查试器 不过他给泽田斯基演示的样品 明显上面它就不是个F-16 这钱挣的多少有点缺德 反正人家开心就好 泽田斯基在帐篷里开心的玩了一套 捷克提供的VR训练器材 还在里头开着F-16 季度一架图九五 毕竟这个好打一点 然后就在苏二四挂歹的 法国斯卡普巡航导弹上面提字 其实那架苏二四是右边一发 法国斯卡普 左边一发英国风暴阴影 这俩弹就是一个玩意儿 不知为啥 泽田斯基只给法国导弹提字 得说当艺人出身 这荣耀属于乌克兰和签名都透着艺术 苏大夫人也普遍富含艺术席卷 这两枚导弹的涂装都是精心设计 导弹名字上叠加英法国西背景 乌军军辉三叉戟 中间那一叉 左边幻化成了大本钟 右边幻化成了埃菲尔铁塔 因为泽田斯基给斯卡普提的字 有特写画面 所以他军辉前头那个苏二四和幻影拼图也很清楚 风暴阴影就没这个命了 报道视频角度不好 拼图比较模糊 到底是把哪两架飞机拼一起的 真的很难看清楚 如果左边是乌鸡 右边是鹰鸡 只能说有点像是米格29和钥匙 由于现场其他记者 都去拍右侧那枚首次公开出现的斯卡普了 左边这发 风暴阴影照片 还就只有斯米扬斯基这个自拍图 虽然是进一步确定了 三叉戟中间那一叉确实是大本钟 你倒是镜头往左点 就冲他没拍全 风暴阴影这个事 我助他早日吃个小摩托 或者别什么也行 考虑到米格29和钥 都没有挂风暴阴影的本事 我个人觉得风暴阴影上的飞机拼图 主要表达的是 这枚导弹是乌克兰与英国老哥俩友谊的见证 按理说 这属于大哥不能咋爱的那种 然而第二天这枚弹 呱就被扔克里米亚去了 所以弹头上的拼图到底是个啥 估计是死无对证了 说回斯卡普这边 苏尔斯和幻影拼一起 幻影机翼上还画了个乌军苏尔斯所在的 第七战术航空旅的徽章 加上泽连斯基提字加持 多少带点 你给不给吧 那么个意思 毕竟 华尔2000确实可以在中线挂点挂载1.3吨的 斯卡普导弹 只是法国自己因为后来阵风服役的 人家能挂了两斯卡普 对于自用的华尔2000相关的升级工作不太积极 国外客户也就是西大空军给他们的华尔2000买了一批斯卡普挂上 本来阿联酋空军也说要给他们的华尔2000高端定制型买一批 名字都起好了 叫Black Sahin 不对啊 叫Black Sahin 意思是黑色雄鹰 可一听说啥 法国说出口型要遵守FTCR 就那个说导弹射程不能超过299公里的国际规定 人王也不高兴了 凭啥那沙特就能有射程一两千的弹道导弹 我弄个射程300家的巡航导弹就不行 这身就卡着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现成的能打斯卡普的华尔2000 就是西大那一批 如今的西大空军是F-16升级成F-16V了 阵风也到了 华尔2000就成边缘型号了 但在1988年组建装备他的第331特修斯中队时 西大空军对欢迎可是寄予厚望 果然在1996年爱琴海上空的一场擦枪走火中 331中队一架花了2000 使用魔术空空导弹干掉了土耳其的一架F-16D 不过这事毕竟属于北约内部矛盾 很快就变成黑不提白不提了 在维基百科上 关于这场空战也没有说什么希腊语 或者土耳其语版本描述 只有两种语言的 英语版干嘛玩几行字对付了 而法语版可谓是图文并茂 有前因有后果 可见法国人民对这场空战的自豪程度 也难怪打死了后来 对希腊的欢迎2000升级颇为认真负责 毕竟人家打出了牌子灭了F-16的威风 你说印度要是也拿欢迎2000 打下来巴基斯坦的F-16 那我估计莫迪天天 搁香榭里车大机翠睡觉 那巴基斯坦都不带管的 言归正传 尽管331中队的欢迎状状态不错 但希腊在原屋重装备上态度一直不怎么地 打了500多天 就送了几十辆BMP-1 捧个场 连手里的S-300和道尔这些个俄制地空导弹都不相给 虽然现在看乌克兰有这意思 但希腊一步到位 给欢迎2000还是费劲 至于有人说欢迎2000雷达还有米卡导弹性能不足 打不了苏35 其实对于乌克兰空军目前的使用环境来说 甭管来什么战斗机 空战能力都不是用于跟俄军玩命的 主要是拦截学航弹和无人机 这时候用AIM-120还是米卡的区别不大 至于空对地任务 F-16强在杰达姆既差既用 而欢迎2000则能够兼容斯卡普 可谓各有所长 就俄乌战场情况 风暴阴影斯卡普这类隐身巡航导弹 结合美制空射诱人掩护 非常适合躲进超低空杂波钻空子图防 得亏作为巡航导弹发射平台的乌军苏24 比俄军预警机还少 很多时候还得忙于转场 躲空袭打游击 不然那热闹还得更大 这两天外媒还说 德国的类似产品金牛座也有望解除限制 交付乌克兰 导弹库存有望是越来越厚 而载机数量却难以突破一只手 甭管新战斗机啥时候能来 巡航导弹必须得安排 得说乌克兰空军为了抓住每一个稻草 也是挺拼的 能把14米出头的幻影和22.5米 比苏27还长的苏24拼一起 多少要点艺术想象力 要我说这玩意儿简直不是幻影2000 甚至不是18.7米长的双发大幻影幻影4前 几乎就是23.5米长的幻影4超音速轰炸机 不过别看幻影4比幻影2000大这么多 这款诞生于冷战早期的两倍音速核轰炸机 研制时没怎么为挂导弹这事考虑过 所以同样是挂0.8吨重的ASMP核巡航导弹 幻影4和空重只有它一半的幻影2000 都是基辅下方挂一枚 而机动性又远不如后者 因此在1996年幻影4轰炸型全部退役 把核威慑职责交给了幻影2000N 从此法国也没有轰炸机了 当初作为欧洲历史上唯一一款两倍音速轰炸机 幻影4还曾让皇家空军产生了兴趣 面对三威轰炸机服役继络后的命运 1965年BAE的前辰之一 BAC英国航语公司提出 要跟达索联合研制幻影4S 改进项目不少 核心就是S 4倍握扇发动机 让人想起英国同期折腾的 结果毁于参半的 4倍版鬼怪F4K 不过不同于啥都得干的F4K舰载战斗机 幻影4S预计以低空高速突防为主 英国人乐观估计 说4倍握扇发动机 在这个区间的优秀表现 将使得幻影4S的内游航程 达到与F111相当的4380千米 最大载弹量预期将达到9吨 跟图16一个级别 想听美 结果是英国工党政府1966年选了美国F111 再过两年预算进一步削减 F111也成了净化水月 还不让澳大利亚是真整了一批F111 前几年才退役 从此戴英彻底断了超音速轰炸机的念想 至于武厂里另一个 从来没有过超音速轰炸机的 大不了以后可以重新定义超音速轰炸机 你就说 如果有个飞机 飞得挺快又隐身 起飞重量几十吨 航程万里打不住 弹舱很大还挺深 它至少当超音速轰炸机用 肯定好使 观众站网是一家独立而负责任的新网站 我们并持全球事业 中观传理念为大家制作节目 想要支持我们的朋友 可以加入蜂蜜频道观察员 年费198元 使用线码5281可以例减十元 现在充值或者续费 可以领取天下中华和梅山金融顿界 送完寄旨 大家赶紧行动吧 本期真剧段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